行政院長蘇貞昌三號前往立法院報告紓困條例特別預算案 表示已針對疫情超前部署 國內口罩產能下個月有機會達到一天1300萬片 除了加強口罩產能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600億紓困特別預算 其成從今年1月15號到明年6月30號 其中196億元用於醫院隔離收治 檢疫作業及補助運輸業者等 紓困振興404億元補助受到疫情衝擊的產業 紓困振興的部分是提供受衝擊的產業 包括內需型的產業 製造業 觀光運輸業 農業 藝文的展演及原住民客裝的產業等等 針對紓困振興預算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裕質疑 有部分紓困預算與現行的政府補助項目重疊 所謂的世衛平台讓不出來消費 那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透過我們外送跟電商的平台 那這個都是因為這個疫情所發生所帶來的需求 我們理解 但是因為就剛剛提到說 其實原本就有相關的 相關的政策和相關的預算其實正在進行中 是不是有需要特別編列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原本的預算或原本的政策 就繼續持續的在這個時間大力的推動或是協助 而不是另外再編一筆特別費的預算 而民眾黨立委高恒安也舉出原民會 課委會跟經濟部 去年底就推出國旅抵用券相關方案 但執行率只有四到六成 不希望未來引起發券之亂 我們在這個前面這三個計畫 它的轉換率不好 並不是因為它的錢不夠多 所以我希望院長能夠帶領各部會 能夠去把這些所謂的轉換率如何提升 我們今天有這些錢匡列 對民眾 對產業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轉換率要怎麼提升 蘇珊昌回應 會要求各部會重新盤點 加強提高執行率 此外 針對醫事人員出國限制令 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要求衛福部保障受影響的醫事人員損失 我們限縮第一線醫療人力的出國規定 由立委來三到六月三十號開始 請問一下 我們有平國有多少人會受到這麼多 我們現在對醫院 相關需要做相關的補償人員 我們現在請醫院全面在清查中 那只是有配合的 我們都對它的損失 陳時中表示 國內合法職業登記醫事人員 共有大約三十二萬人 而對於醫事人員旅遊損失 行政院長蘇貞昌承諾 政府會全額補到夠 原視新聞 朱古 許家榮 立法院採訪報導